终于找到曾经迷失的心 在你怀里和你一起哭泣 是继续爱你还是不要再坚持 这一次我必须看得起 终于还是恨不下这一颗心 再一次的冲入这个陷阱 该怎么克制破碎的理智 突然间连时间都停止 停止爱你我要去哪里 借一点勇气 你的意思对我说你还是你 重来我还是要做这样的自己 只想还能对你说我爱你 重来我还是要做这样的自己 只想还要对你说我爱你 苏伊的前妻姓杨 是你姐姐 所以你是苏伊的小舅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 苏盈也不是苏伊的妹妹吧 这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知道 你别问我 我不知道 可我就不明白了 苏伊既然没有妹妹 为什么他们会以兄弟相称呢 杨赖 这里面肯定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我不清楚 不清楚 不过是个广告公司而已 竟有这么复杂的关系 可怕呀 你到底什么意思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一句话 你的对手是苏盈 不是陈阳 陈阳傻帽一个 你关键是要搬到苏盈 这我倒真没想过 怎么办 他们现在可是很顺 马上就不顺咯 怎么了 老爹 这次苏伊回来 从公司转走了两百万是吗 是有这么回事 这就表明他不信任苏盈啊 现在公司账上最多还有一百多万 可那些经销商们 现在要的是四百三十万的货 他们肯定不会把款先打回来的 就算是打百分之二十的定金吧 也不过是九十来万 加上公司的一百多万 不过是两百多万 还差两百多万呢 从哪来呀 对呀 所以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一关过不去 我们就该上台了 到那时候你还怕什么陈阳啊 你就让他给你洗衣服洗袜子 他都在给你洗 对 要他好看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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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绵 你坐这干嘛呢 你 你怎么哭了 没事 姨妈 陈阳呢 不在 那你一个人坐这儿哭干嘛 有什么事跟姨妈说 没事 姨妈 你这孩子就是这么叫 有事干嘛闷着 一定要跟姨妈说 来 坐下 是为了舞蹈晚会的事 陈阳他不同意 不同意 这不是好事吗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赞助这场晚会的是 周凯的广告公司 陈阳说他在广告界的名声不好 是花花公子 所以他不太同意 陈阳这么小心眼呢 周凯已经跟学校把合同签了 陈阳现在又是这个态度 姨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怎么办的 你自己想看吗 我当然想了 你说我们搞不到的 才有几年的艺术生命啊 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 那不就得了吗 还有什么好想的呢 看啊 不是担心陈阳的态度 绵绵呢 你不能总是这么惯着陈阳吗 以后你们的日子还长呢 他不高兴你做的事 你就不做了吗 再说了 这件事是对你事业有好处的 没有不做的道理啊 他陈阳太不为你着想了 是啊 我也这么想 对 这事不能听他的 他这是自私 你开你的 绵绵 听到了吗 也许姨妈不该多嘴 可是我觉得 陈阳有的时候 真的是挺不懂事的 有的事你真的要好好想想 姨妈是过来的人 我觉得 就像陈阳现在这个样子 将来你们就是生活在一起 也不见得幸福 别看你们是同学 你看他对我们也是这样 他很少来看我们 这么长时间了 你说他才来过几次 就这事就说明他不懂事 我们倒不在乎这些 我是担心 将来你得不到关心呀 他有的时候 是不太懂事 你看他有什么呀 又没有钱 又不会关心人 你的身体又不好 绵绵呢 你嫁给他呀 真是太委屈了 姨妈 有的时候他也挺关心我的 你看他为了我连工作都不要了 明明啊 你这孩子就是太厚的了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不打东家打西家 在哪儿不是干的 你真的别把这事看得太重了 他关不关心你 就要看他将来有没有经济实力 让你过上好日子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凭你的条件 找一个大官 找一个老板 还不把你当宝贝似的 他陈瑶有什么呀 还这么小心眼 你看你表哥 他在美国娶了一个美国女孩 开始也没什么感情啊 人家是一个美国老板的女儿 你看现在 又有车又有房 省了多热心呢 他如果要是跟他原来那个同学 倒是在一个单位里 那能有什么前途 还不拖累他一辈子啊 开始他一舍不得 现在他明白了 物质是最重要的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你妈呀 是不会害你的 我是希望 你今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你真的要想想 现在你们俩还没登记 还来得及 如果要是登了记呀 那可 姨妈 我知道了 好了 你好好想想啊 一个农村的孩子 能有什么前途啊 好了 别管他怎么想 你一定要把晚会办法 这是来谈谈你身价的 我不管他怎么想 这个晚会 我一定要办 进来 苏总 青岛市场二级代理的招商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了 合同在这儿 你放下吧 苏总 怎么了 苏总 怎么了 所有合同已经签完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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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苏总 你告诉我 有什么事情 怎么可以一块想办法的呀 公司已经没有进货的钱了 怎么会啊 不是有三百多万吗 再加上他们的订金 咱们完全够了呀 可是现在站上 只剩下一百二十万 什么 一百二十万 怎么会呢 苏总 你转走了两百万 转走了两百万 转走了二百万 为什么 这 这马上都要进货了 他怎么可以把钱转走啊 他已经转走了 那该怎么办啊 那该怎么办啊 没有时间了 那该怎么办呢 陈阳 你见过我这样的老总吗 公司转走两百万 根本都不需要我签字 那那赶紧想办法吧 他能有什么办法 公司还剩下一百二十万 再加上他们打过来的订金九十万 这就是二百一十万 苏总 咱们还差二百九十万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试试吧 不好说 那好 咱们分头想办法 陈阳 实在不行的话 就算了 毕竟是人家的公司 那怎么行啊 苏总 那是我们的心血 不能白白就浪费了呀 在关键的时候 一直说爱我的人 却把我推下了水 而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 却把我拉了上来 来 孙雷啊 我是沈阳 你在哪儿啊 阳子 巴黎呢 大街上逛着呢 怎么着 怎么样啊巴黎 好啊 我跟你说啊 这巴黎的美女 放极了 怎么着 一块过来看看 看什么看 我问你啊 你能不能借我二百万 什么 公司等着钱用 我就拆借二百万 两个星期就还你 你说什么胡话啊 两百万 你真把我当老板了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连动用一分钱的权利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老总吗 什么老总 傀儡 那你还天天跟我人五人六的 算了算了 别的 那巴黎来 一块看看美女 行吧 你自个看吧啊 拜拜 还能找谁啊 还能找谁啊 孙姐 麻烦大了 怎么了 别着急 安排说 公司没钱进货了 没钱进货了 怎么会呢 苏伊从公司抽走了二百万 现在公司只剩下了一百万 没有钱进货了 苏伊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呗 你能不能让孔杰把所有的货款打过来 孔杰 你跟他说如果全部打过来的话 我们给他九五折的优惠 那才只有八十万呢 八十万就不错了 你那不是还有美容院的关系吗 他那肯定不行 我是知道的 那就先保证孔杰行吗 我试试看吧 应该没有问题 要替他的款怎么办呢 再想办法吧 好 大经理 他这么早啊 怎么不理我啊 管理 怎么了 上次都关门了啊 家里不就你一人吗 关什么反应我 我说你有点教养好不好 哎 怎么了 大经理 啊 发这么火啊 吃香药了 啊 啊 说说 没准我能帮你呢 借我二百三十万 你说什么 借我二百三十万 二百三十万 啊 我就用几天去还给你 你找我去 格子 我就用几天去还给你 逗我玩是吧 没有 真的 二百三十万 我就用几天去还 沈阳 你学坏 你真的学坏 而且会误误人了 哎呦 没有 没有 我真的就缺二百三十万 两天 那你也不能找我借啊 我能有二百三十万吗 我是 我 我就六块 我能有二百三十万吗 你这不误误我吗 找错人了 你这不误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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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记住了啊 别随便误误人 你这不误误人 每天都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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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苏芸啊 我这已经解决了八十万 你那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款啊 进货的款 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苏芸 你在哪啊 我在酒吧喝酒 你没喝多吧 要不要紧 要不要我过去啊 好啊 你过来 你再陪我喝两杯吧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好啊 对 好啊 我现在就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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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干 咱们现在就不说这个了 我已经解决了八十万 其他的我们在想办法嘛 能有什么办法 你不用劝我们这样 我已经决定放弃了 苏怡 不到锦瑶的关头 是不可以放弃的呀 对你 对我 对所有的人 你都负有责任 你别忘了 你是老板 谁垮了 你都不能垮了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是 扯到山前逼我 咱们一定有办法的 是 办法有一个 有一个人可以帮我 谁啊 谁啊 谁想的呢 对啊 我们可以找他帮忙呀 他已经帮过我一次了 我真的不想一而再 在而三里去求他 行 我去找他 来 谢总啊 你好 我是陈阳 真的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搅你 我是有事相求啊 两百三十万不是个小数人 谢总 你可别说不行了 我看苏怡她根本凑不到这个数 而且时间没几天了 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她了 现在市场已经热了 经销商都把款都打过来了 眼看就要收获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她有了困难 你可不能不帮她 谢总 就从你们公司的利益上来说的话 你也不能公败垂场吧 不好办 谢总 别的不说 你和苏怡总是初恋吧 你怎么说这个 谢总 是不是吧 是 那你不帮她谁帮她呀 好吧 我先回公司一趟 再想想办法 有希望吗 这事只能这样办法 一共五百万的货款 你们先办出二百五十万的汇票 其他的我和公司说货到付款 货到以后 你们必须在两周之内 把其他的货款补齐 两周有问题吗 没问题 两周绝对没问题 我们只能打这两周的时间差了 谢总 那只是谢谢你了 谢谢你 我就知道苏盈的日子不好过了 就是啊 你说在这个结果院上 她哥哥还把资金抽走 什么意思啊 什么哥哥 她根本就不是她哥哥 什么 不是她哥哥 一个流氓 小龙 那我忘了吧 小青 不 你不能走 你赞给她 她是谁 她是我哥 你哥 你不是孤儿吗 上车 下连 下连 陈阳 你还不知道 苏盈她根本就不叫什么苏盈 她叫夏连 不叫苏盈叫夏连 陈阳 苏盈的本名叫做夏连 而且她是个孤儿 她是我们学校重点资助的学生 五年前她说她要退学了 五年以后我再见到她的时候 她就已经叫苏盈 没有人知道她干什么去了 她跟我说她一直在国外 可是我们的同学几年前还在青岛见过她 这就说明她并不是一直在国外 没人知道这五年她是怎么生活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五年里她一定是过着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 否则不会连名字也改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这一切一定和那个人有关系 苏盈 对 苏盈的一切和这个叫苏盈的人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陈阳啊 苏盈这个人的背景我是了解一些的 可是我不想多说了 这是他们的私事 我们这一次或许可以帮助苏盈过了这一关 可是我觉得她的困难绝不仅仅如此 或许只是个开始 陈阳 谢谢你啊 不用谢我 应该要谢谢老公才对 他是要谢的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谢你啊 咱俩之间就不说这个了 费票办出去了吗 嗯 已经办好了 那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事情了 谢小龙 他没有跟你说其他别的吗 嗯 没有啊 没跟我说什么 陈阳 你这个人可是不会撒谎的 他真没有跟我说什么 是吗 嗯 他就跟我说 他怕你还会有其他的麻烦 其他的麻烦 什么意思啊 他和我说 苏伊 他说苏伊不是你亲哥 苏伊 真的不是你亲哥吗 陈阳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对不起苏总 里面怎么样 他好吗 挺好的 你跟他说 这两天我想约他逛逛街 你们俩没什么事吧 好 挺好的 你跟他说 没什么事 苏总 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忙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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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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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走 坐 走 行 行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就是一盏晚会吗 我怎么就不能办了我 你自己办吧 我不阻拦你了 我不要你管 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喂 孙雷啊 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在法国定居了呢 这不是想你们吗 再说了 找我借钱也没借着 这样吧 晚上一块吃个饭 明明我已经约好了 你胆子够大的 没接过我同意你就约我女朋友 少废话 晚上见啊 行 晚上见 我跟你说啊 我请你啊 给你接风 行 您好 我找一下绵绵 找绵绵 你是绵绵什么人呢 我是她男朋友 男朋友 好 去吧 谢谢 谢谢 师傅 绵绵走了吗 没有 没有 刚刚她男朋友才进去 男朋友 是绵绵的男朋友吗 她说是绵绵的男朋友吗 师傅 谢谢啊 我走了 她不得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总,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打打气啊 送给你 谢谢 真是太累了 谢谢 明明,练得太辛苦了 但是呢,还要多注意营业 我会时常来看你的 好了,那我先走吧 周总,再见 你继续练吧 你还好意思说 怎么说呢,我 我就是一个傀儡 对 也是 谁敢把钱交给你这样的人管呢 理解就好 你的老板是不是叫苏伊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世界可真小 不会吧 你和他一块去的法国啊 就是啊 我们不仅一起去的法国 我们现在还是合伙人 这世界太小了吧 你跟他一块合作啊 不是我,是我老舅 我帮着打理一下 雷子 你觉得苏伊这个人怎么样 说实话不怎么样 你在他公司里要小心一点 但你们这次合作 是不是资金不够啊 没有啊 比原计划的还少呢 怎么了 问这个吗 没什么 这都几点了 明明怎么还没来啊 就等会儿吧 一会儿就完了 你们俩怎么样了现在 什么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呢 生气了 好几天喽 怎么回事 你可别欺负人家啊 我欺负他 人家现在是大明星了 我哪敢呢 明星 明星 就是啊 现在电视上老波绵绵的广告 她还得了一个舞蹈大赛的冠军呢 真的 怎么了 有问题 问题大了 怎么了 绵绵绵现在看不上我了 不可能 绵绵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我告诉你啊 现在有一大款 在追她 真的 绵绵不是那样的人 嗯 雷德我跟你说啊 学校里毕竟都单纯 这一走上社会 没什么不可能的事 不会的 绵绵我还是了解的 绵绵不可能是那样的人 绵绵 绵绵 孙美 绵绵 来了 来 坐坐坐坐 快坐 急急忙忙还是晚了 坐坐坐坐坐 坐 绵绵 绵绵 脸色不好 没事 正准备晚会 有点疲劳吧 怎么着 听说现在已经是大明星了 你别听他们瞎说 怎么没有啊 苗星和陈阳都跟我说了 绵绵 你不会当了大明星 就看不上我们这些哥们了吗 陈阳又跟你瞎说什么了吧 我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啊 对 陈阳什么都没说 你刚才说什么 个人舞蹈专场演出 现在天天都练功 人都快散架了 那可够累的 能盯得住吗 停不住也要停 绵绵 搞一个晚会 要花好多钱吧 有一个广告公司赞助的 陈阳正在为这事跟我生气呢 没那事 我正在门子气 你就是生气 这个晚会我也一定要办 两天没见 口气倒是大了不少 开晚会倒没事 你身体顶得住吗 我累点倒是不怕 孙雷你说 我们搞舞蹈的最大的愿望 不就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吗 再说了 舞蹈本来就没有几年的青春 我如果不趁年轻 以后就算是有钱 也没有青春可做了 是不是啊 苗欣 是啊 当然了 这爱玲都说了 出名啊得趁早 就是嘛 可是她为了这件事 都跟我生生气了 没人生气啊 你来干嘛干嘛 我犯得着吗 不会吧 陈阳不会为这事生气的 这是好事啊 是不是啊陈阳 她不是为了这个事 她是为了那个广告公司 但是 她觉得人家赞助我演出 根本就是巨星不良 绵绵 你不傻 我也不傻 人家要不通家什么 她凭什么要赞助你搞演出啊 你以为你真的是杨利盼吗 你真以为会有人买你萌票吗 明摆的是赔本的买卖 那周凯凯看不出来 非得要往里面赔吗 你不要侮辱人 你怎么就知道没人买票啊 绵绵 你知识求是一点好不好 你有多大知名度 你有多少武才经验啊 你以为凭着你现在的能力 就能搞正常演出吗 而且你少说两句 不过你心情 陈阳 如果你觉得你挖苦 会让你心里好受一点的话 那我就认了 但是请你不要侮辱我 好了好了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你来干嘛干嘛嘛 我只是想提醒你 不要太天真了 那你也不要把人人都想得那么龌龊 龌龊 绵绵 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的事情我不想干涉 反正该说我都说了 我的态度也表明了 其他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吧 陈阳 这场演出我是一定要办的 我不管周凯他是什么目的 我知道自己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就是陈阳 明明又不是小孩子了 明明又不是小孩子了 他知道自己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就是不相信我 陈阳也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不是很好 什么为我好 根本就是自私 你看你看 名气大了 脾气也越来越大了 你不是也一样吗 你多有本事呀 人家老伴解决不了的事 你三下两下就解决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对我的事从来就没这么本事过 那是我工作 我不是吗 明明 你送明明回去 我跟陈阳出去坐坐 走 明明我送你回家吧 我也不想回家 明明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嗯 走吧 哎 你看你 这没多久啊 你们俩怎么就是这样啊 哎 社会嘛 社会就是打入炉 明明 应该想开点 其实啊 我们大家都一样 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嘛 苗欣 她现在变得跟学校完全都不一样了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她什么事都处处离我着想 可是现在呢 什么都要以她的意志为准 她说不能干你就不能干 以前我还以为我非常了解她 你说她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哎 孙美 我真没想到这个社会这么复杂 现在我 正想躲回学校去再也不要出来了 哎呀 这都是正常的 哪个谈恋爱的还不生气啊 没闹也会别扭 感情就会加深一点 这你还不明白 这会不一样了 我没想到 她会那么固执 明知道是个陷阱 非往里头跳 没这么严重吧 孙雷 现在我忽然觉得 我一点都不了解她 绵绵 你不要这么想 我觉得陈阳 她还是挺替你着想的 她是在在乎你了 她也是为你担心的 她就是小心眼 爱吃醋 把我当成她的私有财产 绵绵 你可不能这么说 男人嘛 小心眼爱吃醋 这都是正常的 要是有一天她不爱吃醋了 你反而要担心了 其实明明现在想什么 我都知道 但是我没法说 如果我说了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 我是小心眼 我在吃醋 可是虽然你自己说什么 凭着她现在的水平 她能办舞蹈专场吗 陈阳 我能理解你 其实大家伙都知道 这个社会很复杂 鱼龙混杂 什么样的人都有 尤其像绵绵这么漂亮 打主意的人肯定少不了 但这有什么办法呢 她毕竟是个人吧 她不是一样东西吧 她总要跟社会打交道吧 什么样的诱惑都得有吧 没办法 你躲过初一夜 躲不过十五 你只能靠她自己去识别 是啊 要不说学校的恋情靠不住呢 其实不是学校的感情靠不住 是这个社会啊太复杂了 我不是不知道社会的复杂 所以我才特别珍惜跟陈阳的这份感情 苦点难点钱少点 这些都没有关系 我只希望大家在一起能快快乐乐的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可是就连这点也做不到 她什么话伤人就说什么话 你说我还能跟她在一起吗 我理解你的想法 我也相信你不是那种很物质的女孩 可是你长得太漂亮了 哪个男人跟你在一起啊 都不会觉得安全的 对不起啊 我不是说你不值得信任 而是太漂亮的女孩 就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陈阳为你担心的多了点呢 也是情有可原嘛 那怎么办 这能怨我吗 再说了苗欣 你说我是那种招塞牧寺的女孩吗 别歇气 哥们 勉勉这就算不错了 你要真碰上一个水星洋花的 你还没法过了呢 我要是碰上个水星洋花的 那倒也好 吹了就完了嘛 就现在这个样子 太难了 这可正是考验你们感情的时候了啊 说不定过了这关 你们俩就稳定了 稳定不了了 孙岭啊 我跟你说 其实我都想过 绵绵跟我 未必幸福 别这么说 真的 我给不了她什么 如果她离开我的话 我相信她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 更好的归宿 什么是更好的归宿 难道找个有钱的就是更好的归宿吗 我真不明白 难道这就是爱情吗 难道这就是人人向往的爱情吗 如果爱情是这样的话 那有没有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绵绵 你别想这么多了 既然人人都向往爱情了 那她就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我真觉得你太过激了 你这是在把绵绵往外推啊 有吗 陈阳 你不会是有点自卑吧 你不会是因为你没有钱而感到自卑吧 也许吧 只要 你不是完美的 我相信啊 人人都有自卑 那你就得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咯 谈什么恋爱啊 太累了 日子过得很快 明明和我已经有很多天都没有联系了 她已经完全投入到五道万会的排练中 也许她已经忘了我 就像我并不是每天都在想她一样 这期间 谢小龙从总公司拿回了五百万的货 经销商销售罗兰斯堡的生意出人意料的火爆 每天都有很多钱 从消费者的口袋流向了经销商 留下海情 留下新航 留下罗兰斯堡的走路 在金钱面前 大家都喜笑引开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的 好的 来 都安静了 现在呢 请苏总指示大家落桌 好 好 坐坐坐 四位 我们今天啊 在这几天站的一个沟火晚会 是为了庆祝我们青岛战役的胜利结束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了感谢大家的信心工作 公司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小红包 等到我们这个青岛销售的全部结束之后啊 再给大家发一个大红包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不过啊 有一个条件 每个人啊 要先表演一个节目 才能到李经理那儿去领红包 你们说 好不好啊 好 有点甜又带着那么一点点的酸 我们的距离到底是今还是远 路过的风吹动阳台的花瓣 我们仍然靠在花儿的两边 远处天边飞着一只自由的海沿 带着梦想朝着天边自由的飞远 每一个人都有无法忘卖 不管自己到底有一天 走得多远 走得多远 哦 你的拥抱 爱在我心里承拥 我总是分不清你的认真 或者是新型的玩笑 哦 你的拥抱 哦 你的拥抱 哦 你的拥抱 还在我心里承拥 我总是分不清你的愿 或者是新型的玩笑 或者是新型的玩笑 哦 你的拥抱 我只能打 是新型的玩笑 哪里遇上来的你的味道 你一种粉爱 最会擦着你的拥抱 哦 等在我 無心裡想要